DSE 2015 ICT P1A MC 第二题 这题当年只有23%校生答对 这个数字真是偏低的 即是七成半的人以上都是答错 题目来问关于4bit的Tools Complement Code 这个今次不是8bit是4bit Arrange 这四个数字 In Assenting Order 由细枝带牌 既然是Tools Complement 我们用惯用的方法 例如0字行头就代表是正数 1字行头代表是负数 所以正数一定大于负数 或者负数是正数 所以1行头这两个是负数 负数即是14负数 正数是0字头 正 我们先看正数 2和3的正数 例如0100和0111 我们找一找十进制的value 我们由第二个开始 0100 这是1位 2位 4位 所以 这个就是正4 然后第三个 0111 这是1位 2位 4位 所以这个就是正7 接着是负数 第一个 这个负数 这个位值 代表负数 8 因为这个是1位 2位 4位 这个是8位 如果是1行头 我们给负数 给他 后面这三个都是0 所以不用加了 所以这个代表负数 第四个 1111 同样 1行头 这个是负数 后面加1位 2位 4位 即是负数8加7 是负数1 所以今晚自随排 由小开始排起 负数8 小个负数1 小个正4 小个正7 负数8就是1 负数1就是第四个number 正4是第二个number 正7是第三个number 所以就是1423 答案呢 Be for boy